在座同學 由窮人的日常生活來說 衣食住行各方面最艱難的是什麼呢? 如果覺得是這個方面的 是最難的請舉手 吃的你覺得對窮人來說 吃的那方面是最困難的請舉手 走的那方面是最困難的請舉手 嘩 走的那方面呢 沒有啊這個就是 有些朋友跟我說 CY醫食住行現在不是醫服的醫 而是醫療的醫 事實上看醫生也是一個困難 早前突然出汗的時候 很多老人家肺炎入醫院 醫院那裡很擠迫 就醫療方面呢 我今年的施政報告宣佈了 在接下來十年 我們拿兩千億港幣出來 兩千億港幣出來 做新的醫院和舊醫院的重建 有窮人 買東西吃都有困難 但相對來說 最重要還是住 其實其中一個挑戰呢 就是住的問題 本屆特區政府四個施政重點 其中一個就是房屋 房屋呢 我們是私人房屋 有公共房屋方面 兩方面呢 我們都盡最大努力 一個十年的房屋的策略 只要我們有勇氣 剛才局長都說了 作為政府來說 有政治勇氣 我們不要去偽疾己意 去貧窮這個問題呢 之前曾經有一段時間 社會上很多人不肯承認 尤其是社會上層的人 一看香港 都是看香港美好那邊 我們本屆特區政府 我們迎難而上 有貧窮問題 我們要解決它 我們要解決它